最近北部地区的柚子开始进入采收期 枝头上的果实结实累累 安庚地区幼农张荣奇表示 今年雨水少 所以柚子的甜度较往年都要来得高 相当鲜甜多汁 一颗颗柚子在阳光下闪烁着光泽 看在幼农眼中相当开心 最近北部地区的柚子开始进入采收期 枝头上早已结满翠绿的柚子果实 安庚地区幼农张荣奇表示 今年雨水少灌溉不易 还好近日下了些许的午后雷震雨 帮柚子树解解渴 但也因为雨水少 所以今年柚子甜度较往年来得高 今年比较没有水 所以说没有水气 没有下雨 所以甜度可能会拉高一点 张荣奇说 目前利用仪器测到的甜度 最高的竟然有14、15度 相当少见 随手采摘下来的柚子 将果肉放到嘴里 果然是香甜多汁 而柚子到底要如何挑选呢 张荣奇也特别教大家小撇步 像是拿起来要重重地表示水分充足 另外外形则是要挑选上肩下园 形状就是像底部要宽一点 上面尖 这样它就会比较好吃一点 又则是当季水果营养价值高 送礼自用两香仪 也欢迎民众多多选购 支持国产水果 记者陈明张荣奇新店采访报道